按讚 音樂 開啟全部小鈴鐺哦 3月的剛開始心情有點慢 下班後面到處走走望望 然後經過了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天跟人吃了超过半辈子的好姐妹吃饭 点了很好吃的餐点 还有大人们的饮料 聊得很有感触 人生中可以有几个这样子的好朋友 也是不忘此生了 要来去吃朋友的喜酒 这超美的 这些热情就像我们的喜酒 一个转道 一次 五个月 一点 点课 点买 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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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幸福 我們今天準備的聲音啊 也是我們兩個愛情 可以走學的一樣 要點對動作 很想你 三 二 一 恭喜 一 二 一 兩 一 兩 joining 他 在 這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下班后来点高热量的食物 对工作一整天的心情非常疗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真的很喜欢吃寿喜烧 这里的肉类是吃到饱 而青菜还有一些饺类 是桌边服务的夹菜给你 吃得非常的饱 我只是怕你这样回去会太晚而已 没错 从寿喜超吃到了火锅 三月份依旧是个罪恶的月份 不停的吃吃喝喝 今天还到了好想吃冰 其实我平常并不是很喜欢吃咖喱 但对这家店却非常的好奇 进来之后才发现 原来他们是素食餐厅 我喜欢他们家咖喱的酱 吃起来很甘甜 后来我买点了冰吃 今天的行程跟闺蜜一起来乌福跑山 后来我们到了这间酒吧 但很莫名的让我们印象深刻的 竟然是他的餐点 有不够好吃的啦 这个酒吧 在閨蜜的推薦之下 吃到了一間只有在地人才知道的隱藏美食 菜色真的非常的豐富 而且價格還非常的佛 我超級喜歡吃滷肉飯 這才是台灣的國翠雞美食 在巴黎一起遊學的朋友瑞返臺 我們一群人約了吃宵夜 在巴黎一起遊學的朋友瑞返臺 瑞迪我還要早經營她的個人頻道 在她的影片裡面 也記錄了很多巴黎跟台灣的生活 請大家也去訂閱支持喔 好 今晚就業 因為就是父子吃宿最多 所以代表說 你比較少才會吃 好了謝謝 明天就是直接水種 水種跟犧牲 這太大了吧 這太大了吧